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负责任的说 一定会出现舞弊的现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讲新闻之前 先回应一些观众朋友的问题 有位观众朋友说 我们在节目当中做的广告 那个APP 就是VOCO Vocal的APP 是厉害国的产品 所以他不敢下载 你看看秀杰做的节目 你觉得这种内容 在厉害国能够播出去吗 我们这个APP产品 是美国和台湾两地的一个合作 我们公司除了在美国之外 在台湾有分公司 我们的内容制作 基本上都在台湾 有一部分内容在美国 没有一条内容是在 你说的强国做出来的 这个APP的好处呢 就是给在北美生活的大家 开车的时候 可以不断地听本栋新闻 当然也会有其他很多节目 包括修杰我个人的节目 那么所谓的金币计划呢 就是让大家在听这些节目的时候 累积我们的金币 然后送出我们的礼品 有关礼品呢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上商店去看一下 这个APP呢 大家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 但是你说跟强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没有 这个APP的整个制作 整个APP的 这个包括IT的部分呢 都在中华民国的台北市 所以大家请放心 手机尾号8989的这位朋友 打电话来说 他在加州目前还没有收到选票 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有很担心 不用担心 我在洛杉矶 我到现在我也没收到选票 但是呢 根据我们加州的相关法律 我们可以到投票那天 你哪怕没有选票 你到了票站 以前的规定啊 你把ID给他 他会就把当场把选票给你 你在现场填就可以投票 当然填之前你要做好功课 要把票投给谁 要把票投给哪一位国会议员 包括其他的一些候选人 你要做好功课 到了现场呢 你才能比较方便 今年加州修改了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可能令到你到现场投票的时候呢 你连ID都不用出 你就可以拿到选票 所以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按照我们公民的责任 投出我们的一票 你就完成了你的工作了 有一位朋友 我觉得你在留言搞笑吧 他说美国的选举 应该是参考中国推举武林盟主的流程 中国有推举过武林盟主吗 你看那些都是武侠小说里面说的 它并没有在现实社会当中发生过 最起码在历史记载当中没有 但是呢 有关美国如何选出总统呢 还是有很多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疑问 或者在节目当中听得不太明白 就是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是怎么来的 那么为什么说270张选举人票就能够当选为总统 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啊 它本来是个邦联制的国家 什么叫邦联制的国家呢 它就是各州有各州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政体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国家 但是因为这种各自为政的这个状态呢 令到各州也觉得举步维艰 为什么呢 比如说独立战争是北美13个州去借了战争贷款 谁给的战争贷款呢 法国 法国借了很多钱给 这个北美的这些主张独立的这个各个政体 那么所以呢 在整个独立战争过程当中呢 他们欠下了很多战争债务 还有就是退伍老兵如何安置 如何抚恤对于这个受伤的这些伤兵 如何抚恤 各州有各州不同的这个标准 这就麻烦了 所以当时呢 举步维艰呢 最后呢 大家决定要成立一个中央政府 就是把邦联制改成联邦制 所谓邦联和联邦 大家不要太计较 一句话 邦联制州的权力比较大 联邦制中央权力比较大 所以后来我们知道 在费城1787年举行了自宪会议 制定了美国宪法 这部宪法呢 到现在还在用 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呢 大家争议的最多的就是 总统如何产生 大州觉得民主选举嘛 就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 多数得到多数票的人 当选为总统 小州觉得你们人口多 你们决定了谁是总统 你们永远骑在我们头上 那我们的权力如何彰显 所以小州觉得呢 应该在国会当中通过众议院 让众议院选出总统 因为在这个国会当中呢 小州也有他们的这个国会议员 所以呢 也能彰显他们的权力 最终我们简单的说 这个过程太复杂了 因为争论了大概四五个月 最终呢 双方达成妥协 所以我一直说 民主政治就是这样 有冲突有对立 但是最终妥协一起向前走 妥协出一个选举人制度 选举人制度就是 在各州的选举当中 谁能够在这个州 拿到多数票 哪怕多一票 这个州的选举人票 全部归他 然后呢 当时美国有13个州 这13个州的选举人票 谁拿的多 谁就能够当选为总统 但是我们知道 美国的民主制度发展了 200多年到现在 全美国已经从过去13个州 变成了50个州 那么这个选举人票的构成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 有435个议席 而国会参议院呢 有100个议席 所以呢 加起来是535个议席 这里呢 就产生了535张选举人票 然后现在的选举人票 是多少票呢 538票 那3票哪里来的呢 华盛顿特区有3票 所以加起来就是538票 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 民调不就是个538民调机构吗 就是从这个选举人票的总数 而得来的这个称呼 那么我们以538除以2 就等于269 那所以说你拿到270张选举人票 你就可以当选成为美国总统 历史上就是在美国拥有50个州之后 这个选举人票制度和数目 基本上固定下来之后 有没有一个总统拿到270张票 仅仅270张票成为美国总统呢 没有 最接近的一个小布希 2000年的时候 他拿了271张选举人票 当选为美国总统 所以说现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制度 就是这么来的 而这270张票就可以当选为美国总统 这个数呢也是这么算出来的 当时在制宪会议的时候啊 很多小州觉得 只要让众议院选出总统 他们的权力能够彰显 所以现在美国还有一个众议院 选总统的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为什么一直没有用呢 因为当时美国立国之初 有很多很多政治人物出来选总统 比如说有6个人选总统 那么如果这6个人都没有拿到过半选举人票 怎么办呢 众议院就会挑排前三位的候选人 然后由众议院的议员们投票 在这三位候选人当中选出美国总统 但是问题是随着美国政治的发展呢 慢慢形成了两党制 所以每一次大选当中呢 因为只有两党的候选人 第三党没有办法能够拿到选举人票 所以永远总有一个总统候选人 能够拿到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所以国会众议院现在在宪法上 他还有选举总统的权利 但是实际上呢 除非美国有第三党的出现 并且成绩后 三个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选举人票各自有各自的斩获 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到270张 那个时候众议院的议员们 就可以投票选总统了 所以说这就是美国选举人制度 基本的概况 我想大家也不需要说 把它历史了解得很清楚 我们只要知道 现在有多少选举人票 构成是怎么样 为什么说270张 就可以当选入国总统就可以了 那么讲到这个投票呢 今年的投票会不会出现舞弊呢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负责任的说 一定会出现舞弊的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起码在我们加州现任的民主党政府 已经给一切舞弊行为敞开了大门 我不是说因为我支持共和党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内容当中 栽赃民主党 我们来看 加州州长纽森 在上个礼拜前签署了一个叫 SB1174的法案 这个法案内容是什么呢 禁止地方政府颁布法律 这个法律如果是要求居民出示 有效身份证才能投票的 这个法律就被禁止 这是州法来打压地方法 为什么加州会通过这个 SB1174这个法案呢 因为在今年的3月5号 我们加州有一个城市叫 航廷顿海滩市 我想住在南加州人都熟悉这个城市 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举行了一项公投 53.4%的居民支持通过一项投票措施 这个措施什么呢 要求选民在市政选举投票当中 出示带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 那如果市政选举也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州的选举 联邦选举也应该参照这个法律 所以这是康廷顿市的市民 决定的这个公投的结果 这个公投结果一出来之后呢 加州的总检察长邦塔 还有州务卿韦伯 韦伯是就州务卿是负责 州的最高的选举事务的官员 他们马上对这个 亨廷的海滩市提出了起诉 阻止这个城市执行这个法案 邦塔就是我们加州的总检察长 他说自由投票的权利 是我们民主的基础 谁自由投票的权利 是民主的基础 如果连合法的公民 这个身份都没有 那我要问 我们可不可以从外国 带一个旅行团过来来加州投票 从目前加州的法律 最新的这个SB1174法律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本事 你在外国带一个团的游客来美国 参加总统大选 你是能够做得到的 当然你不符合联邦的法律 那是加州给你敞开了这个大门 邦塔说 亨廷对海山市的政策 与这个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如何背道而驰呢 如何背道而驰呢 一个每天为你创造财富的APP 听新闻看新闻就能轻松拿金币 前往Vocal商城兑换海量商品 各式家电生活用品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请立即下载Vocal Media 金币立刻入带 如何背道而驰呢 你看这个加州的总检察长 他在告诉你说 自由投票权利是民主的基础 而康丁特海滩市这个政策 是跟这个原则背道而驰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这个政策是给选民参与投票 施加了不必要的障碍 不成比例的给低收入选民 有色人种选民 年轻或者老年的选民 或者残疾人带来的负担 我张修杰就是有色人种的选民 我不觉得我去投票的时候 拿出我的ID出来 拿出我的护照出来 这给我增加了什么样的负担 为什么我们加州的总检察长 加州政府的司法部长认为 年轻的选民 老年的选民 有色人种选民 低收入选民 残疾人 他们拿不出他们的合法公民的身份 如果他们拿不出来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合法公民的身份 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在 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投票呢 民主党这些政治人物 他每每讲到要投票当中不查身份 他都说我要照顾少数族裔 我要照顾有色人种 我不需要你在这里照顾我 我需要在我的事业当中 在我的工作当中 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多照顾我 而这种照顾不是给我发福利 是给我创造更好的条件 让我可以把我的企业越做越大 让我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就业 让我可以给我的员工加更多的薪水 我不需要你在选业的时候免我拿出有效身份证明来投票 这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任何帮助 并且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民主选举的基础被你破坏了 在加州这种事情啊 不只是亨天顿海滩市被加州政府在投票权力上打压 其实去年加州有一个县叫沙斯塔县 这个县的地方官员呢 试图推出他们的一个选举的政策 这个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以后在选举当中 不再用dominion那个点票级点票 他们用人手点票 因为2020年出了太多可疑的事情 但是这个政策也被加州政府给否决了 我们说在美国联邦有联邦有权 州有州的权 县有县的权 城市有城市的权 但是以不可避免的 当州政府通过一个法律 跟地方法律相冲突的时候 以州政府的法律为准 所以我说今年的总统大选 会不会出现舞弊呢 那我们用逻辑推理来说 当加州的投票过程当中 给任何非法投票都敞开了大门的话 你能保证他没有舞弊吗 我觉得不能保证 那么作弊的手法 大家讲到最多的就是非法移民投票 对不对 你以为作弊的手法只有非法移民投票吗 我们来看看在密西根州 发生了一件事情 大选的决选还没有投票 密西根州已经查出了舞弊了 关键摇摆州 密西根州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选民欺诈事件 大家不要以为一说重大的选民欺诈事件 就是三五十个人三五百个人 在美国其实非法移民投票 在联邦罪来说是重罪 只不过你查不查 密西根市呢 发现了三名选举官员和四名选民 在今年八月举行的初选当中 重复投票 并且有人教说他人重复投票 10月4号 州总检察长 对这七个人给予重罪起诉 那么这个案情是怎么样呢 根据密西根州总检察长 内塞尔的说法 他说四位选民 涉嫌在八月六号的初选当中 重复投票而被起诉 另外有三名选举官员 是助理文书 则被控故意纵容行为 并且涉嫌篡改了选举记录 以掩盖事实 这七名嫌疑人均住在底特利郊区的 一个县叫马克汉县 那是在说 三名选举官员明知不犯 允许重复投票 并涉嫌更改州的合格选民档案 以掩盖这个事实 那么那四位选民 如何在投票当中作弊呢 这四个选民 他首先是用邮寄选票投了票 这就是我说邮寄选票 是非常大漏洞的一个原因 他们投完票之后呢 在投票当天 他们又跑到票站去 说我没有收到你的邮寄选票 所以在票站 我要重新拿一份选票 这一点在加州是做得到的 在加州你不用收到选票 你就可以到票站去拿 所以他们在邮寄选票投了票 到票站又再次投票 他等于是一个人投了两票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 在密西根州不是个案 如果是在很多地方都出现的话 那么他对今年总统大选 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也就是说内瑟尔 为什么要起诉这七个人的原因 内瑟尔说七名被告被指控的罪行 都是严重罪行 我对内瑟尔要给予非常高的敬意 在这个时候对这七个违反投票法的人 进行重罪起诉 它会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 是一定的阻吓作用 不是有巨大的阻吓作用 他说每项罪名呢 可能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 他说目前尚不清楚 这些被告是独立行骗呢 还是受到他人的指使 也尚未确定犯罪动机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就是从公开的资料里面看 这七名被告当中 有两个是民主党人 公开的资料里面没有说 这里面有共和党人 公开的资料也没有说 这两名民主党人是选民呢 还是在被告的名单当中 那三位选举官员呢 如果是三位选举官员 又是民主党人 又叫说这些合法的选民 重复投票的话 那么如果再加上非法移民的因素 大家试想一下 今年在密西根州 在加州这些地方 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本来这个事情啊 早就被揭发了 应该是由警方发现的 这件事情呢 最初由那个所在地 马克汉县的检察官 卢希多进行调查 但是这一位检察官 在调查完之后呢 他拒绝对那七个人提出起诉 我真是不懂 如果说在联邦的选举当中 有这个犯罪行为是重罪的话 卢希多检察官 为什么不对这七个人进行起诉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州的总检察长 就把这个案件接手过来了 所以内塞尔现在 他决定对这七个人进行起诉 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接手这个案件之后呢 做了认真调查 他对这个投票记录啊 警方的报告进行审查 并且对这个区域 选举检察员进行了面谈 同时还分析了 合格选民的档案 被更改的时间 终于让这个案件呢 真相大白于天下 密西根州是 我们这次选举当中 讲的摇摆州之一 密西根州在2020年的 总统大选当中呢 也产生了非常多争议的事情 就是我在节目当中 我一再提的 密西根州有一个县的选举 那个点票系统 Dominion 把7000张川普的票 算给了拜登 这里来一回 总共是14000张票 而拜登在密西根州 赢川普也就 我记得大概是2万票 所以一个县的点票 就可以形成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如果在全州 有两个县 三个县 更多的县 发生这种事情 密西根州的选举 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吗 民主选举制度 还有什么基础可言吗 密西根州 现在在民调当中 川普和贺锦丽的支持率呢 大概差不多 差也就是一两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民调机构 有不同的数字 所以说 在今年的选举当中 你问我有没有舞弊 我认为 我参与美国总统大选 或者是美国中期选举以来 我认为一直有舞弊 这里边有个非常争议性的话题 这些舞弊 有没有影响选举的结果呢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联邦执法部门 不进行整理的调查的话 这个答案我们永远没有 这两天跟朋友聊起来 支持川普还是支持贺锦丽 我的朋友呢 有一个观点 他说他不会投票给川普 为什么呢 他说川普在2021年1月6号 冲击国会山庄事件当中呢 川普让这个彭斯 不要认证选举人票的结果 他说这是破坏美国民主 那我的观点是 川普为什么让彭斯 不要认证选举人票结果 如果没有之前发生的这么多 让大家觉得可疑的选举舞弊事件 川普会让彭斯做这样的事情吗 如果川普是平白无故的 让彭斯做这个事情 我也认为川普应该被起诉 应该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 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 在1月6号之前 川普已经建议国会 要征派国民警卫队 谁拒绝了 佩洛西拒绝了 第二 当时川普有没有鼓动 冲进国会山庄那些人 要用暴力的手法 阻止这个选举人票结果的认证呢 我看完川普的整个演讲 没有一句话 那么川普有没有人 让这些人抗议呢 有 为什么不抗议 2020年如果我们看到了 这么多选举舞弊的现象 嫌疑 哪怕是嫌疑 我们为什么不能抗议 我们为什么不能要求 联邦执法部门调查 而事实上 联邦执法部门 有做过详细认真的调查吗 为什么在投票结束之后 有这么多舞弊的嫌疑 而联邦执法部门 可以在两三天之内 就告诉全美国人民说 没有 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了选举当中 有舞弊现象 这种说法 能够说服美国选民吗 如果没有这些前提 1月6号冲进国会山庄的人 会有这种过激的举动吗 我认为那是过激的举动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应该冲进国会山庄 当然 我相信在座的观众朋友 有人马上说 你怎么知道 那天不是警察 把他们带进去的 OK 我看到了很多影片 我看到了这种现象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当执法部门 不做缜密的调查 我没有办法下结论 但是我们说 今年会不会有 大选当中 有舞弊行为 以加州目前的政策 出现舞弊行为 很反常吗 是必然发生的 所以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 每一个州 50个州 包括加州票站 有没有支持 民主选举制度 不被破坏的选民 到现场监票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 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订阅